欢迎观看DJI教学视频 预埃尔奖页已经装在飞机上了 折叠机壁的下方新增了折叠脚架 架内含天线 我们在使用时需要将脚架展开 使用完毕后 折叠飞行器时要先折叠脚架 再折叠机壁 如果你要取下奖页 只需向下按压奖页旋转即可取下 为在运输时更好的保护云台 飞行器配备了云台保护锁扣 在飞行前请务必摘下 电池位于机身下方 安装时要把电池卡扣锁紧到位 推入时应有咔一声 电池未卡紧会看到红色提示线 且飞机无法起飞 App上会有在位开关检测的提示 电源开关位于飞机底部的电池上 奖页安装时 递准卡扣下压后进行旋转 即可完成安装 需注意正反奖页中心处有黑白区分 安装时请务必对应 将印有LF和LR标记的两个奖页保护罩连接起来 将奖页保护罩从左侧前后机壁下方套路 扣上锁扣直至听到咔的一声 重复以上步骤 完成右侧奖页保护罩RF和LR的安装 机身尾部的状态指示灯也是功能按钮 可用于对频以及WiFi配置的 此外尾部还有Type-C接口和内存卡槽 值得一提的是UiR自带8G内存 方便用不使用 UiR遥控器采用了折叠结构 遥杆可拆卸并巧妙藏于遥控器机身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拆掉遥杆后 整体占用空间更小 收纳也更加方便 左边是云台抚养控制波轮和录像按键 右边是自定义按键和拍照按键 配合完备的功能按键 可在最大4公里通信距离内 完成飞行器与遥控器的操作与设置 使用连接线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 打开DJI GO 4 App App会弹出激活页面 根据屏幕上的提示 点击后一项 输入DJI账号 点击激活 激活成功 下一集 我们将为您介绍 与Mavic Air如何进行固件升级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